大家好,我是Kevin,欢迎来到宏庆祖室的回归之旅 今天我们大家朋友来教两位小朋友来做菜 我们今天会教大家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法式的景点菜 叫白酒模糊炖鸡 这道菜发布其实是蛮经典的乡村 还蛮适合大家在这里面自己做 因为它材料很简单,其实做法还很容易 可是它做起来也非常美味 那重点就是你要买一个白酒 白酒的话,其实不用买太贵的 买多一点的料理用的白酒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来切洋葱跟大蒜还有蘑菇 可以切洋葱吗 我先教你 我们先把洋葱厚味把它切掉 对 然后我们把它剥掉 这边就要做 然后我们先把洋葱厚味 那个洋葱厚味 你要厚退一点 不然你眼镜比较可能会 还剥掉一层 可是它是小的 那个辣辣你要厚退一点 不然你眼镜比较可能会 沒有 好 把這個放進去就好了 好 先切一半 為什麼切一半知道嗎 不知道 因為切一半之後會 這樣就平平了 就不會像這樣過來滾去的 喔 我就知道了 這樣會不會切 比較不容易切到自己的 那我們這顆洋蔥要切碎 你的手要固定住 固定住以後呢 這樣切 不要把它切斷 我們切到這邊 不要把它切斷 不知道要怎麼切 不用切才是 沒關係 那你記得手指不要伸出來 有關起來 然後 這算是我會直接這樣切 就這樣 反正你如果不敢的話 沒有開始 那就 這樣子 我要慢了 我的手指都有關起來對不對 只當一隻 不要切出來 喔 別太多 就先切這樣子就好了 好 現在換你切了 那你知道 你給我重複一下 你剛剛怎麼切 我剛剛怎麼切 就先把它切到這裡 好不好 對 盡量靠近這邊 對 先靠近這邊 然後你再這樣切過去 然後手指頭記得要關起來 你在切這邊的時候啊 你可以 你這樣子是不是很難切 是不是 所以你把它轉這個方向 這樣就比較好切對不對 就是比剛剛這樣都好切 然後你的手指頭 不要不要是生存 就是你要用這邊 你要用你那個漂亮的圖案去 靠著洋蔥 不是用手指尖 這樣子 對 小心慢慢來 盡量切過來 好 好 手指 手指我剛剛說要怎樣玩 要這樣玩對不對 盪子也是喔 盪子也要玩進去喔 那大蒜的話我們先壓一下 洋蔥跟大蒜是別的種子 喔 不會啦 都會變成很好吃的東西 你看 所以 撥大蒜皮很麻煩對不對 好 有時候要撥超久 我們會用刀子 那 這個時候你要小心點 我們會壓它對不對 所以你的刀子一定要往下 不要超小 然後壓的時候手也不要這樣放 然後 這樣 往下壓的話 那如果你 很害怕的話 他要跟我吃 你就拿別的瓶的東西來壓 我自己 一樣可以把它壓扁 壓扁之後呢 你看 壓扁之後 只要這樣拉下來 是不是就不好了 對不對 這樣很快 我壓 然後你 你過 這樣可以吧 就很 一樣的手指頭要鎖起來 你看 手指頭都鎖在裡面 對不對 然後這樣切 不要用壓的 不要用壓的 這樣會很辣 這樣切 對 倒是不用抬起來 這樣子切 然後盡量把它切碎一點 然後誰來交給你了 然後你這邊的手啊 不要用這樣抓的 手掌張開 手掌張開 這樣 這樣 這樣切快點把它比較順 不要用拉起來的 不要用大骨子去推它 好不好 對不對 就是用 不用壓的還好 先這樣切一包 在那邊兩根對不對 對不對 好 今天我們也要切很久了 今天我們也要切很久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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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把肥皿切成細 一樣 來切一種粉塊 要在我旁邊 這樣 來你的手指頭一樣 然後小說你手指頭呢 要切 你如果要切確定的事的話 就要靠著道子 這樣反正不會被切到 你願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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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可能就往前切到它了 用這邊來控制 你要 要知道多關 因為你要煎東西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要擦乾 不然你家裡就 會保持 那我先教你 把肥皿切成細 不要打 好痛 好痛 所以我用船頭做的腥皿 它因為 你一天中 就是在上面 這樣會把這些東西刮下來 然後它存在 那個 墩的場地 也沒有關係 你看 喔 這不不不 就住 那把你家裡 瘋 什麼 那把你家裡 都抓得到 那把你家裡 怎麼會 那把你家裡 這把你家裡 也找到 都抓得到 那把你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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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炒 把洋蔥炒到變成有點透明的 這樣就對了 炒蘑菇 那我們接下來要炒蘑菇 有夠嗎 沒有油啊 你知道有油嗎 所以要加一點油 加多一點沒關係 再來再來 再來再來 好 現在要煎到裡面已經那個 有一點色肉比較大 現在已經變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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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炒 為什麼不是先炒大蒜 喔 在中華料理都會先爆香腥醬料 可是因為這道料理的話 它大蒜其實是要炒在裡面 然後 它不想要那麼多的上 所以它希望它的上位是比較清新的上位 所以我們暫時 最多的都還放進去 每一面都已經煎過的時候可以把它炒上 好 我要去炒 好 可以炒 炒雞再刮一刮 這個比較烤一刮 這個比較烤一刮 好 把這倒進去喔 現在我們把洋蔥倒回鍋子裡面 這會不會太多 好 這樣可以平安 然後把雞肉夾回來 油要加進去 油要加進去 都加進去沒關係 來 等一下 你先讓它把雞肉把它鋪一下 那這個時候可以先關小火一點 然後我們再把大蒜夾進去 然後我們再把大蒜夾進去 要加進去 全部夾進去 好 這邊我們加了兩百星期的白瓜椒 我會不會吃完中醉 不會 你要慢慢夾 因為我們要很漂亮 那這主要就是要拿來燉煮油膜 就是把它黏過去 那要加其他 來 是不是都黏過去了 這樣會鹹 嗯 西餐我們一般是 不知道快好在調味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調味就好 我們要先等它整個滾了 等滾了之後我們再蓋一蓋 蓋一蓋水看不到它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等一下 等它很滾了再蓋一蓋 你看 你知道這影片是會上傳的嗎 我們送給大家看的嗎 呵呵 你沒吃啊 你真的沒吃啊 可以吃啊 你看 現在煮了那個剛剛的酒是白色的 水是白色 水跟酒都透明了對不對 可是煮下去之後你看 變成什麼顏色 什麼色 變成比較混濁的顏色對不對 有點翻白的感覺 你看有沒有 這又是我們的酒跟蛋白質 就是肌肉裡面蛋白質 會不會變蛋白質混合之後的味道 會不會我等下喝完就醉了 妳可以蓋一蓋子啊 妳可以蓋一蓋子啊 蓋一蓋子 這樣我們就可以蓋一蓋子走 這個時候的話大概煮個 五分鐘 因為它去補雞腿就可以蛋白質 那我來氣死 好 那現在我們要加 150G的鹹奶油 150 對 平均的加下去 那今天是去補雞腿肉 可以煮比較短的時間 如果是一般雞腿肉的話 可能要先燉個十分鐘 然後再 加鹹奶油之後再燉個七八分鐘 這樣才會熟到鹵奶油 那他們兩個的用處有差嗎 嗯 這個會比較沒那麼辣 當然也沒有那麼香 可是這個比較辣 然後這個也比較香 那看客人的需求 那 因為你們一般人要買不焦慮 我們比較麻煩 可是我覺得現盒的味道很好 海賓你把我換一個阿水 不會 這很大鍋欸 可是這個也很辣 那你可以去幫我拿兩支小湯汁來嗎 那你可以去幫我拿兩支小湯汁來嗎 好阿 你看 嗯 你覺得好嗎 哇 我覺得好可愛 那你試一下夠不夠鹹 夠不夠鹹 夠不夠鹹 你覺得夠鹹嗎 有啦 有嗎 嗯 要再鹹一點嗎 你確定我覺得不鹹 好阿 那就加一加 可以不要叫你爸爸吃一下 可以嗎 用蛤蜊的味道 來 嗯 你拿給你爸爸吃一下 芭比 看他覺得夠不夠鹹 大爺 沒有 你敢吃 一點吧 好 你吃一個蘑菇阿 有熟嗎 我看你熟的阿 你剛剛不是嚐過了嗎 好 你覺得要再加一點點嗎 夠鹹 夠鹹 好 我不加鹹 不要加胡椒 加一點點 我要加一點點 給你轉捏一下 好玩喔 不要整個掉下去 好了好了 你剛剛還怕辣不是嗎 有機器 好嗎 好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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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訂閱分享然後按讚喔 然後記得幫我按下面的小鈴鐺 這樣你才會收到我最新的訊息 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一起討論 喜歡怎麼樣的影片喔